十大博客看后市 两大指数罕见联手暴涨意味着啥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2月8日消息 三大指数早间高开高走 深层指 创业板指双双涨超1.5% 固执跟随上行 板块方面 昨日调整的锂电池 半导体等高景气载道板块集体反弹 军工 白酒板块强势上行 煤炭 房地产等板块走弱 总体而言 市场热点轮动频繁 各补成谱涨态势 赚钱效应较好 两市成交连续第34个交易日破万亿 主板 创业板联手大涨制造白股涨停 A股结构性行情运行的非常良性 由于两大指数共同上涨 说明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 目前是做多的最好环境 今天的上涨得以再度收复 下跌的趋势有所减缓 互指责是连续几个交易日 得以收复所有的均线 延续上涨的趋势继续上行 这无疑是好消息 产和银行 今天是明显拖后腿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今天领涨的量久 军工等板块个股 明天不会也出现明显调整 因此 这些今天明显领涨的板块中的个股 如果个股放量太大 拉升力度不错 那么注意波段高抛节奏把握 对于大盘来说 虽说明天继续冲高的概率仍然存在 但却已随时需注意冲高回落了 特例是需要注意会否出滞涨信号顶分形 今天 中阳线攻击下重要点位 市场宣布正式开启快年行情 未来快年行情机会多余风险 一致性预期明朗的短线机会大一点 风格偏向业绩增长的题材股